来源 凤凰历史 吴佩孚是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人 1921年 德国驻华公使的千金露娜正直庙里 金发碧眼 千娇百妹 对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无限仰慕 就直接写信向吴佩孚求婚 吴佩孚便在此情书上辉豪批出四个大字老旗上载 拒绝坚定 绝不拖泥带水 一老旗拒羊妞 吴佩孚的这等情怀 变观史下 有几人能比 吴佩孚 自子义 山东蓬莱人 山东蓬莱北个吴家村人 一说是 蓬莱县城人 祖籍江苏常州 大人物临时总会弄出些一样动静 吴佩孚生于一个小杂货店主家庭 其母张是有身时 其父吴克成梦见七季光到家 为表示对英雄的景仰 变异七季光的自佩玉为泽泽取名佩服 自子玉 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伟大的爱国者 中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 观之直鲁玉两胡徐悦士 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秀才出身 后头校北洋 并成为直系军阀首领曹坤的第一战将和智囊 吴善于用兵 赋予挑战 军事才能在当时中国武人中堪称首屈一指 兵封锁止 无不披靡 更为世人瞩目 在其军事生涯前期 增议安乡 再战败晚 三战定恶 四战客风 有长盛江景明 其人格品德更甚高 既讲求五轮八德 也最新佛老之道 有寻分析书正一段全名的 讲义春秋正义正式等著述传识 吴平生注重修身 延节自首 为人中职 至性至情 称得上是北洋集团中乃至民国政坛军界中的佼佼者 华北沦陷于日伟之后 遇险其晚节迷奸 最后甚至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中华民族伟大 而不可侵犯的气节 大概七季光这个标杆在吴佩福心目中还不够高 中吴佩福一生 他常常自比岳飞 关公 日后 他领军南征北战时 填辞满江红灯鹏来阁 普征全军军歌 激励士气 全辞如下 北万满洲 渤海中 风浪大作 想当年 极黑辽审 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射番林 黑龙江畔列成锅 到如今 窝口刃纵横 风云恶 甲武艺 土地靴 甲晨艺 主权舵 探江山如故 遗族错落 和日奉命提瑞旅 一战恢复旧山河 却归来 永坐彭山友 念弥陀 1984年 洛杉矶奥运会发生了一场严重撞曲的故事 开幕式上 当中国体育代表团进场时 场内响起了解放军 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 可没想到的是 等中国台北代表团入场时 想起的也是这个旋律 很多中国人都吃惊的问 为什么会用解放军军歌 作为中国台北的入场进行曲呢 后来美国人解释说 这是一首很古老的西方军歌 早就在中国流传 两岸官员回去仔细查证之后 这才知道此曲原名德皇威廉练兵曲 是一首普鲁式军歌 早在十九世纪清政府练新军时 胡广总督张志栋就用词曲填词作为对列歌曲 大帅练兵歌 朝廷欲将太平大举堡 大帅统领 尊治 练新操等等 民国后 北洋军阀克派系军队 国民革命军 新军阀军队 都用词曲填入新词成为军歌 一直到后来的八路军 解放军 这个曲子被中国军队广泛使用 吴佩福的满江红灯蓬来的比起拿来主义的大帅练兵歌 风雅的不知要甩掉后者几条街 吴佩福六岁入私属 不幸的是 在他十四岁时 父亲病故 家境顿入平海 吴佩福激进辍学 为筹集上学的银子 吴佩福虚报年龄为十六岁 当时征兵不要未成年人的 到山东登州水师营当了学兵 水师营要求学兵每个五天集训一天 每月发享二两次前白营 吴佩福自此开始了半兵半读的生活 吴佩福其间白登州府名儒礼批出为师 正式受名儒的熏陶 日后 吴佩福在大老粗扎堆的北洋军阀里 不但儒雅风度无人能比 更是操守品行无人比肩 吴佩福曾赚写一对脸 以表心智 得意识 清白乃心 不纳妾 不积金钱 饮酒赴施 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 倔强到底 不出洋 不走租界 灌原抢地 真个结甲归田 忠习一生 吴佩福言行一致 对自己的誓言践行到底 则亦人而终老 北洋权贵人物 袁世凯 陶昆 张作霖各个三妻四妾 吴佩福自比关公 想做一个道德完善的真君子 他三十开外采取结发妻子李氏 后 男妙母亲坚持纳妾张佩兰 才顺从 但 吴对两位夫人排得很正 李氏病故后 吴佩福在位纳妾 与张佩兰相伴一生 从不拧花惹草 吴佩福年轻时就写过 率性而节欲 可恕己于圣贤 纵欲而灭性 则尽于禽兽 这道理说的简明形象 想当圣贤 就要节制性欲 否则 就是禽兽 一个人一时尽色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 吴佩福做到了 北宋宰相王安石一辈子补那妾 齐齐却劝其那妾 王再三拒绝 后 夫人直接单刀直入 把一妙龄少女安置起屋内 王安石归来后 见此美女 说 夫人不在这里 你在这里做什么 要是换了别的男人 还不是心话怒放的笑纳 在大大为夫人点赞 古人认为一个男人生平无二色 如果并不是剧内 而是主动这么做 不但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反而是胜德 而现在 男人们出轨都出得理直气壮 气宇炫昂 清廉自律 无配福自比关羽 岳飞 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 虽农家出身 但一生不治产 不贪污 不所惠 不受惠 连结自律 衣食简朴 难能可贵 无配福一生 饮食起居简单 吃面食 米饭 每餐只喝少许山东黄酒和绍兴酒 1924年 从英国留学归国的钱昌照 曾记述与无配福出次见面的情景 无穿不衣不鞋 白鼠蟹落了一身 招呼前一起吃烤白鼠 还大谈自己的度人哲学 吴佩福失事后 尽无钱良安身 吴佩福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 到北京衣食住都无着落 张学良赠其一大宅子北京石井花园 这才算安居下来 后 又靠张学良资助维持生计 后因西安事变张学良被求 吴佩福的生计又陷困境 此后吴靠伟经典位数私立旗械员接济 挂个有名无实的顾问 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 旗械员远使他部下 吴佩福接受这一照顾 可作跑者之意 但无丝毫卖国之嫌 吴佩福的书法 拒绝裙带 吴佩福当权后 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 络绎不绝 一次他亲下手遇 天 福 这五个字都是彭兰无信仪器 一道手遇将自家亲戚攀附之路全堵死 吴佩福有个老同学 在别处多次当官 几次参丧王法被备免职了 便到吴佩福处求官 那天 吴佩福不在 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 吴佩福见到条子 提笔提到 玉名何孤 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 要你来害他们 吴佩福有个老同事 吴呢 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之无权的闲差 整天无所事事 此人无聊之余 想过过有之有权的义 便毛肥自荐 写下军令状 要求吴给他十万大军 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 然后是假归田 以重数字余 吴佩福知道这家伙是纸上残兵式的蠢货 怎能赋予大任 就在军令状上批道 先去住树 休得这小子再不吭声 不过 也有例外 吴佩福当兵是个寝物 一日 吴佩福为巡警以幕僚郭良诚送一份公文 发现郭错用了一个典故 郭才得知吴佩福是个秀才 遂与吴佩福结尾把兄弟 郭慧眼时才便拉斑歇走后门 推荐吴到宝丁舞碑学堂做了士官生 吴自此有了事业的起点 吴佩福保读四书五经 深知知恩图报 飞黄腾达后 念念不忘之欲之恩 在洛阳大帅府 除接待曹坤使者外 所有中外宾客吴佩福 一律不亲自迎送 唯独对郭理育有加 始终不渝 郭有烟瘾 吴有尽力 但特下手遇 只许郭公过瘾 不准了鼠破戒 郭偶尔害病 吴余不解待亲自服侍 后来 郭想依景还乡 吴宝举郭做山东演运士 闲官小 郭闹了提气 说 难道我就不够当一任省长吗 于是 吴佑宝见郭做省长 郭继续开架 我不做省长则已 要做就在山东本省露脸 这才光宗耀祖 当吴大费周哲为其谋到山东省长之位时 郭以臣科不起 不久即撒手离世 郭死后 吴佩福亲转晚连 功而忘思 国而忘家 气下老母孤儿 有我完全负负责任 义则为师 情则为友 四后君谋邦政 无君水与共商量 其为人可见一般 吴佩福的国格 辛亥革命不久 一些议员们居然商议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 在齐须机上令建议会大厦 远在洛阳的吴佩福听到后拍案大骂 这群蠢猪 马上命令部下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大总统 总理 内务总长 财政总长 电文中有 和人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保之之乎 物心意里唯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归宝 无人心性 叛倒之志 很快 各地各报刊载了吴的通殿 宋阳吴大帅 保存此大地百国之归宝的严正呼吁与全国人民的 同声反对 议员们终于放弃了拆除故宫的念头 故宫三大殿躲过了灭顶之灾 要不是吴大帅 故宫早已灰飞烟灭 北京也就早早丢了火门 1924年兵败后 有人建议吴佩福逃入天津租近 他立声赤之 堂堂军官 搓地外人 有伤国体 无可为者 到了汉口 日本人探寻他是否愿由日本 吴佩福回答 我连租借都不住 弹河去日本 被凤隙打败后的1925年 英美等国银行表示 愿意借款给吴佩福 并且不需要抵押 支持他东山再起 结果被他断然拒绝 此前在洛阳时 苏联要扶植他为中国王 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这之后 苏联才转而扶持有理想无实力的孙中山 1927年 被北伐军打败逃到四川后 日本第一潜外舰队司令 荒城欧郎少将派特务机关长 与吴接触 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 机枪欧千艇 大炮五百能 子弹若干 此外并诅款百万 帮助吴佩福东山再起 被言辞拒绝 他对日本人的回答是 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 用不着外人插手 1931年918事变后 日本扶植溥仪搞为买州国 他立即通电反对 吴曾怒则张学良 为何不打 张说 实力不足 打不过 吴说 现在我来了 实力就足了 军人最大的实力 便是一个死字 他写实批评张学良 齐平未定书全局 宇宙游存 在最深 纯九富人中短气 千九水亮信林军 诗中纯九富人是指当时传言九一八前夜 张学良正与电影明星蝴蝶跳舞 吴佩福的话 1935年 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 请吴佩福做华北王 吴佩福奋然道 自治者 自乱也 理直气壮的加以拒绝 他写了一首诗 国旨传来空有恨 百战愧无国技功 吴泪落石人落泪 歌声高出哭声高 表达了他的惨痛心情 1939年底 吴佩福之羊肉饺子时 肉骨头渣子卡在牙缝里 疼痛异常 几天后越来越重 危及生命 家人请德国医生诊断 认为必须住院手术 并让其家人赶快送往东郊铭 向德国医院 但无所有不如都界的誓言 德国医生只好叹息而去 家人着急 吴欺欲劝他去德国医院时 吴却先开口道 你我夫妻一场 我的心意你不能说不了解 他若你趁我昏迷不醒之际 把我送到东郊名下 那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后请来日本医生来家治疗 手术当日 一刀下去 吴大帅顿时一声惨叫 口管开脸 血流如注 大婉气绝而亡 中年六十六岁 吴佩福死后埋在京西一带 墓地四周有松墙维护 墓前立一石碑 上克福威上将近无功之墓 墙外立一块吴佩福墓地指示牌 据说 灵就下葬时 吴佩福手下一位叫乔林的师长 替发出家 在墓旁盖两间小屋做守墓军事 自命守墓人 常年居守 乔和尚每天成婚三叩手 早晚三炷香 口念佛金手敲目鱼 为吴佩福超度亡灵 直至1949年 一位孤独贫困的老人 固执地墨守着雇主的一袍黄土 任凭春夏秋冬风云变换 黑发熬成白发 这是一种怎样的传奇 承邀有志知识投稿 原创或推荐好文章 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 由先107000701 atqq.com 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 仅供参考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的 去诶尾 启权 诶 并